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大家应该都知道 中国娱乐圈里最不缺的就是有钱人 有靠自己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奋斗富人 有富二代 红三代以及各种新二代 不过对于当前中国的各星际小生而言 自身有实力 性格又好 家庭还有钱的人 小编只成了一个 那就是歌手华晨玉 只要是对娱乐圈稍微有去关注的人 应该都会听说过他 因为快乐男生冠犬出道 随后话题不断 凭借着独特的演唱风格 值得称赞的创作天赋 并且为音乐费情忘食的态度 让他在中国歌手圈里迅速站稳了自己的脚跟 并且有了自己一批忠实的粉丝 不过哪怕是对他有所了解的人 应该也没多少人知道 这个在镜头面前总是腼腆羞涩呆萌的大男孩 竟然是一个超级富二代 而小编知道以后 只能惊叹于他的低调了 同时另外一件事情让小编对他长了很多好感 曾经有富豪粉丝送那一辆超级跑车蓝波基尼 而华晨宇是直接拒绝 并且说自己已经有了 后来媒体也确实拍到了他的出行工具 就是蓝波基尼 但他的直接拒绝 无疑还是非常吸烦的 说到华晨宇的蓝波基尼 还是他与邓子齐在一起时 开车送邓子齐去机场时 还被格彩拍到的 型号是蓝波基尼OBENT DOOR LP7004 蓝波基尼旗下一款旗舰超跑 价格约在700多万 汽车命名源于西班牙斗牛界 最勇猛的斗牛名字 汽车车身大量的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 既增强了车身外壳强度 优势的汽车看起来十分华丽 华晨宇这辆蓝波车身全白 据说还被华根据自己的喜好 进行了少部分的改装 总之在众多新生代科学当中 华晨宇还是以他自身的实力和性格十分吸粉的 你会粉他吗